我们再来看一下 越南这位小麻雀 他 会打什么样的战术 其实上一把 输的还是有点 天使地利 他的一个 自己的地形呢 完全处于一个被动 而对手的一个地形 完全处于一个防守 导致他最后连进攻都 不敢去进攻 今天 我们直播室也是来了一位 女玩家呀 这位女玩家 也 经常打罗马 不过我没跟她打过 她是第一次来我们直播室 我们 没有什么好招待她的 当然 这位女玩家大家非常熟悉 不是恩雅 不知道谁能够猜出来 猜出来的话 找刘老板 领取一千刷券笔的奖励 好了我们来言归正传 嗯 不要谈美女 还是来谈一下我们的局 如果想听美女的话 可以再论探 看鸟天使跟我说一下 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来继续分析这一局的一个局势 地形 还 目前来看这一边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 用一个BM 加一个BB 基本上可以把它封死 这个地方封死的话 这个地方杀戮啊 踩木材啊 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它有一个距离的一个差距 比较安全 这个地方放一个BS 非常的好 对手想来一个 远程的一个攻击啊 嗯 有点不现实 这一块的地形 嗯 可以说 非常好 但是这一片 目前来看的话 有点像足球场啊 非常的开阔 自己的地形 又是处于一个坡下 跟三把有点雷同啊 这个大象引回家 对于它来说 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好 这里有一群路 嗯 它准备把这个路啊 不往家里赶 而是直接选择了往 森林的旁边赶 看来人高一胆大呀 从坡下往坡上赶 这个路赶的也是非常到位啊 它这个细节啊 还是非常好 不可否认 好了 这个路 每只路设一件 可以说 有点像果汁一样啊 非常的漂亮 嗯 这个路它 还是选择杀掉 像一朵 半月形的一个 花瓣一样 非常的漂亮 这个路赶的 不会输于中国选手 这有一个农民呢 被卡住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 嗯 现在准备去收拾掉第二群路 果然 必然是建在这里 这个路直接把它稍微的赶一下 嗯 基本上 基本上死的将会非常的好看 不会死的非常难看 好 这个路都已经贴到一个边角 嗯 三个农民 刚刚好 嗯 直接过来 直接过来补一枪 嗯 可以把这个路把它赶在 BiS旁边 25个农民 刚刚好 25个农民 来到了800个单位的食物 好 这个路 嗯 赶一下 射 射 好 终于射了 这个蓝同胞还是比较累啊 射了两下 才把那个搞定 从这个资源分配来看 嗯 非常的合理啊 这个路的一个 数量 以及农民采集数量 都是搭配啊 非常好 因为 记得超高 他们 嗯 写过一些文章啊 农民采入的数量 一定要多一两个 这样才能保证 不会被浪费 好 这边防御体系 已经做得非常的到位 唯一的缺点就是 对方 进攻点啊 就属于一个高破 嗯 每次 都是自己啊 总是属于一个坡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坡呀 有点像万里长城 嗯 永不倒了 又出了一个真差马 难道他又要打 打骆驼吗 其实我感觉 越南选手的骆驼呀 不是特别的猛 我感觉 他的一个剑马 以及一个插马呀 会更加的厉害一点 派了几个农民 嗯 打算 种田吗 没有再出一只真差马 难道这一把要打插马 嗯 可以肯定的告诉观众朋友 他要使出他的一个强项 就是一个 混马 越南选手喜欢打 3BL 1BA 因为之前观赏过 他的第一视角 他的插马 可以很轻松的 把群鹰给拿下 大家都知道 群鹰的插马 可是全国无敌啊 果然是3BL 看来我对他还是很了解啊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升级情况 全头升级 出现了一点问题 不过问题不大 等会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打的是他两件 这边 等会赶紧把他封锡啊 如果对手再打进来的话 嗯 对他可是 受很大的影响 再来看一下升级 呃 田头这把升级还是出现一点问题 希望田头的地形好 嗯 如果地形好的话 来弥补一个升级晚的一个 烈士 果然 嗯 这个防御 被他 赶紧的把他封出来 五只马 在14分钟26秒的时候 同时的封出来 他竟然也升级了一级的一个攻击 呃 由于不知道对手的一个位置啊 干脆直接兵分两路啊 去寻找一个对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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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半个地图也没有发现对手 嗯 这下 越南小麻雀 嗯 还是有一点点的着急啊 终于在大概 十一点的位置 嗯 发现了二后射 看了二后射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地形呢 目前这个地形似乎 嗯 跟我们做出他的是一样的 一个小口子 哎呦 又发现了 双方发现了 招玉战 发生了一个亲密接触 插出了爱情的火花 好 直接倒下了两只 啊 啊 人和的电马没有升级防御 哦 这个地方用一个房子堵度多好啊 因为以前看过麻雀的一个第一视角 他堵房子啊 甚至要比水域还要强悍 堵的非常的快 而且有准 不像一些超高乱人 好的 现在 前头扔下一个B 挡住对头 对手的一个单头的进攻 家里面 嗯 依然是 武法不断 看见了龙田还是很多 防御体系已经彻底的把他 拉成了一条长城 对手想打进来 现在必须要 问一下他的BL 来啊 答不答应 果然天头的地形又是无敌地形了 这个小麻雀升级找的一个优势就是荡然无存了 这人做起来一个城管的工作 做城管其实挺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个发展来看 越南选手一个发展呢 四号不输 我们赶紧来看一下人口人口数量 多两个龙 赶好 赌房子 扔房子 直接吃掉了二后射一只两只三只剑马 一个房子换了三只剑马 还是赚了 他没有采取一个默然的进行一个跟踪 直接杀了对方的BA 原来现在打了战术非常贼啊 就是要趁你病 要我的命 冰在外面 直接来一个 绝地的一个反扑 让你的BA 控制你的BA 家里面的兵 再来对付对手的一个 看来这把拳头很危险啊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BA的地形呢 非常的无敌啊 全是小狗 不要用房子把它拦住 麻雀也想打进去 非常不现实 其实感觉这里吧 如果 全头把剑马放在路面会更好一点 但是 比较大的的话 可能还是发展不高的麻雀 全头死了一个扔房子 好 扔滴滴滴 但是他的房子也损失很大啊 一个房子可是30的木头啊 损失了几百个木头 而自己 转了也是有五只 嗯 最少有五 天头似乎转了一点点 我转的不大 毕竟他的房子也是很值钱了 三四个耽误一个 好的 船头准备展开一个防扑 现在是 你来我往啊 你上往了 好的 原来 马雀已经 升好了二伐 还有 踩进 打法呀 有点 怎么说 有点 诡异 中国船头 在这个时期呢 可以说是 太多 最新鲜的 难道他要出什么地方 开出了分基地 这片石银已经挖光 的 双方在抵抵抵抵抗马大战 双方都没有捞到什么优势 双方都没有捞到什么优势 也升级了防御 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成就吧 从目前来看 嗯似乎天头要有点起色 但是还是没有什么不大的优势 人口曲线 越南人竟然比 中国选手要多8个农民 杀铁树甜头要多 18 18个人口 可能在军事 甜头要占优势 但是在发展 麻雀占优势 果然 资源都消耗在制造一个 剑马的 剑马还算很多 不知道是军事重要 军技重要 这个问题一直 让人有点难以选择 再加BA 其实BA还是远远不够 不知道他采金弹什么呢 想打铁吗 打铁到这种情况有点不现实 没房子了 房子被对手在拆啊 赶紧的要出到房子啊 不要被卡住人口 如果卡住人口的话会非常地吃 现在双方可以说 不关键处于一个 尴尬的局面 谁都没有 机会能够一口气拿下对手 看来双方一个 不知道谁 对这个把握的更好 小麻雀的一个房子完全被垮住了 这是一个插码 现在 小麻雀啊 他让对手进去 然后去带着一个高波 来 打暗号室的一个剑马 田丘的平击剑马推出的被跌动了 能够实际来看 大船 但是田丘的剑马还在远远不断的听听 试试 我感觉 赵欧室的BA还是太熟了 BA 这些 应该在家里 因为他的货场还是比较多 而且他的食物也比较厚实 他的经济可以说 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自己的分基地还在开 一口气又开了两个分基地 这些农民啊 也是没有时间去管他们 还在这里 划着一片小麻雀的胜利 划着这个 生命啊 准备 双方又进行了一个和平连带 又集结了自己家里的剑马 来了一个 但是想打下去还是不简单 诶 他竟然兵分两路啊 打得非常的贼啊 但是 麻雀也不是吃素的 外面的兵力被对手的大部队给 太吃没了 家里面 然后说想来一个偷袭 偷鸡不成十八名 那个房子啊 就是很到位了 虽然有坡 但是他真的还是很整齐 哦 荒了一块钱 如果荒了一整块钱的话 可能直接 game over 他竟然还没有生人头 他的资源已经防禁了 可以点击铁器 啊 没有这样做 好 那 BP准备升铁 这个选手打得很大弹的 感觉像神龙一样 神龙一样 特别的一个 哦 出人意料 他也不进攻 在自己兵裂处于一个劣势的情况下 他竟然还敢点 敢点铁 让人有点汗颜 好了 再来看一下 成就情况 三号车的发展 明显要占据一个优势 嗯 将近多二十个 罗民的一个样子 军事 甜头 又比他又多二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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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麻雀的一个发展了 不可以小看 大家都知道 中国选手的发展是很恐怖 但是 突然发展了 竟然比他 比很多超高都还要么 嗯 如果他的铁器 哇 已经快倒铁了 哦 那有剑吗 要被吃亮吗 但是呢 还是一点不见识啊 光光的比例都差不多 但是 但是 还是升级了两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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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铁界时代 好 好 麻雀 不愧是麻雀 嗯 麻雀 虽然武藏剧群啊 非常的灵活 他的一个 个人的综合实力啊 果然让我们刮目全看 已经暴飞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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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头的骚扰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杀了很多农民了 可以看到 啊 对手龙田是一个天幻祭父 自己的独一独天 也被阿尔瑟进行一个 困灭性的打击 自己的食物可以说影响非常严重 导致他现在倒铁之后啊 天中了大概两个号的龙田 但是食物却很少啊 自己的黑旗语出 随语争风 三法已经点身 他现在就是要打黑旗 点双头看来是不现实 因为双头的数量太少 也打不过剑 还不如去更加理智的 去打黑旗 天图的一个烧帚还是很成功啊 把麻雀一个龙田呢 可以说杀的是遍体零伤 麻雀没关 直接杀到对手的一个 接触 还是天中的力量也不少啊 天中的异形可是无敌啊 就凭个几只 少量的东西 把懒雅的双头 也不现实啊 对吧 还是很难说 因为他的食物完全的被舔头给 毁灭性的打击啊 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农民都在跟一块田 这个实在是太繁忙了 英居 简单 版装 在进一个 投资撤 散明 正常 二位置 加 think 炙烧 兄 你们 但是 还好 每次只会负负一块钱 但是 放假的比较多 这些龙天都没有时间去打你了 看来 他就是想不想让对手来到一个铁器 好的 甜头来到铁器时代 看来 越南选手想在 不想来到送铁 但是 还是来到铁器 甜头打出了二支三 刚刚 甜头来到铁器的这一幕 我在想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就是 麻雀是不是知道他要再生铁 他家里都不要 除了进攻 还是进攻 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想的 但是 从目前的局势的战局来看 完全是这样想的 直接 拼了老命 家里面都可以不要 直接杀对手的一个BA 就是不要让你倒铁 好的 恭喜麻雀 拿回一局 我们重新建立主机 因为我们冰箱过来 但是 为了 百君与有任何一个阅力 是非常好 一个人材料 这种简单 太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